它一个小爪子就兼具着发育成很大一颗的一个能力 我们今天准备给蝴蝶花毛跟脆芽先要泡水4个小时 我们先早上准备好 我们一般给它发货的时候也是一个干瘪状态 如果它是冲水发货的话 它很容易在运输过程中烂掉 这是像一个小爪子一样 这是它下面 然后上面是它发育成芽的地方 我们爪子准备好了以后 来一点HP10 然后再把我们的水 好了我们就让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浸泡个四五个小时 I've hours later 现在我们已经泡了大概五六个小时 明显是从一个干瘪的状态到了一个非常多水淋淋状态 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吹牙了 你可以用一个小饭盒或者用一个小盒子都可以 因为我比较多嘛 所以说我选择了用一个大头盘 我这一次选择两个质料 一个用我们的珍珠眼 还有一个就是用海地通用型配方图 还可以用可以保水 但是又透气的一个资料来进行吹牙就可以了 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室 真的很简单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像擦蒜头一样把它擦到珍珠眼里面 记住就是把它的爪子埋住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吹牙方式是直接用海地通用型配方图 把我们跟着爪子拿出来像擦蒜头一样 把它擦到我们这个配方图里面 选择到一个小喷壶 喷洒到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说要后期的一个养护 吹牙成功以后 两周过后逐渐发根逐渐发芽 我们就可以把它每一颗单独拿出来 用15规格的盆来栽种 隔一个月 它的根系就差不多在一个小盆子里面长满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盆了 换两加轮 隔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 再换一次换5到7加轮 你感觉我一个小爪子好小 是不是我要把几个爪子拢在一起 不是 它一个小爪子就兼具着发育成很大一颗的一个能力 我们这个季节我们会把它放到冷库里面 让它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 它是一个喜欢冷凉性气候的植物 如果温度太热的话 它反而容易懒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再等一等到90月份来吹牙都没问题 把它放到冷库里面 然后我们时常来观察一下它的湿度 如果它的湿度比较低了 我们就用一个小喷壶给它喷个水 假设如果你的温度还比较高 二三十度的一个温度 这个情况下 想我们放冬库里面 或者你把它放到我们的冰箱里面 冷藏起来吹牙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温度在20度以下 你直接把它放在一个阴凉的一个地方 凉广小板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在晚一点到我们的10月份再来吹牙 这样的话 你的吹牙的存活率会更高 而且其实你们也不用担心 你们虽然说比我们晚了一个月 你们的冬天会比较高 它生长的很旺盛的一个温度 在这个时候就是弯道超车的时候 它就会长得很快了 所以说虽然说你可能晚一点吹牙 但是你们甚至可以早一点能够开花 这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花毛根的一种 吹牙的一种小视频 大家如果想要试一下 可以去买一点来试一下 真的是一个好看好远的一个植物 并没有收啊 我这就是五个人的花植物 我想要试一下 以呀